近日,北京市多个中小学校中出现了由懦如病毒引起的聚集性疫情,主要症状为呕吐,疫情涉及学生数量较多。 懦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在全世界范围内均有流行,全年均可发生感染,一般寒冷季节呈现高发,感染对象主要是成人和学龄儿童。 懦如病毒感染后,常常引起懦如病毒性肠胃炎,主要症状为恶心、呕吐、腹部痙攣性腹泻,通常持续一到两天,一般在感染病毒后12到48小时出现症状。 懦如病毒性胃肠炎病程为自线性,一般2到3天即可恢复。 懦如病毒可以通过食用懦如病毒污染的食物传播,直接接触到感染者,如照顾病人与病人共同进餐,或者使用相同的餐具也可引起传播,还可通过呕吐物细小飞沫传播。 据疾控中心相关人员介绍,目前,疫情主要出现在局部学校的个别班级,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扩散的态势。 同时,学校和疾控部门也已经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防控,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